這一次也是上網 在Instagram搜集了一些問題 大概整合了一下 這一次主要就是會圍繞在老師 這一本《子彈吉他經典3》 裡面去做編曲的一些探討、討論 首先想要問一下老師就是 編了這麼多 不論是幫人家唱片編曲 或者是吉他的 像比如說樂譜上面的改編 老師一定是累積了很大量的經驗 我相信慢慢的有一些動作 其實會慢慢變成一個流程、一個SOP 那想問一下就是 有沒有編曲的習慣 像比如說要改編一些 自己很喜歡的歌曲的話 大概有什麼第一步是比較重要 我們可以先做的 第一個是先選你喜歡的歌 當然這個喜歡的歌 你也要確定它是很多人都有聽過 如果只是你自己喜歡的話 它難免會很偏嘛 那很偏的話 當然自己編高興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你要拿出去跟人家共享的時候 下面就會有人 我沒有聽過這個歌 這樣效果就會不好 如果跟觀眾有一個共同的連結的話 效果可能會更好一點 所以在選歌階段 我一定會去問一些親朋好友 這歌你們有沒有聽過 如果大部分人都沒有聽過 我可能會選擇放棄 要不然就是自爽 就不一定會放到樹裡 簡單來講就是要夠紅 再來就是我會用幾個不同的調 都去彈大概去彈 所以老師會先選調 對 一定是先從C調開始 你C調再來G調再來D調 這樣 雙記號依然一直往上升對不對 所以老師試調的原因是因為 把位的執法關係嗎 還是 因為有一些歌 它的旋律最低音跟最高音 你把這個最低音跟最高音 這個區段放在你的吉他的琴頸上面 它最高音它會跑到很上面的時候 就不太適合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是去試一下它的那個 整個音符分布的範圍在吉他的哪裡 然後假設說好幾個調都可以 那你就要去選一個最好聽的 最好聽的 這個就很難講 那如果大家都很好聽 那你就要選擇最好彈 又好聽又好彈 就是很好聽 但是實在太難彈了 那也就彈不順 很多人會彈不順 所以你就要放棄 所以老師的取向會偏向要讓他簡單彈嗎 簡單 越簡單越好 因為像如果是我自己以前的做法啦 就跟老師稍微比較不一樣 我會先用一個調去彈 就比如說我都用C調去彈 但是我先去試把位 因為我自己個人經驗是 我比較不會去考慮好不好彈這件事情 所以跟老師有點像是兩個極端這樣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發現 有一些招他就是在某一些把位才可以彈 對 有的時候你在感應這首歌曲 在試的時候你就會感應到 欸這首歌我就好想彈這一招 這樣我就好想彈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你大概就是這一兩個把位在選 然後我再反向的去 比如說欸他在比較中間的把位 C調中間的把位 那如果我有夾一定要夾的話 那我是不是開始往左移或是往右移 然後再去找到一個我認為最好聽的調 蠻有趣的是我覺得事情是 跟老師有點是反過來 老師是先決定一個調 那老師你會怎麼看我這一種做法 我沒有看到你實際操作 所以我 所以有一些細節可能 對所以細節上 可能還要再探討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說 我這個書假設有20首 那用你這個方法的話就是說 會不會是同樣的手法用太多次 所以我就要避免變成一個每一首都在套公式 你這樣的話就會變成說 我彈這一首 怎麼下一首還是那首 確實 所以你當然要把調性錯開 對不對 要看到不同的調號這樣子 如果都一直用自己習慣的東西 會很容易陷入這種窘境這樣 對啊 當然就是你這個菜色要多一點 所以你要不同的調號 確實如果照老師這樣講的話 老師這個做法會很容易的去探索到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你並不是從手法開始先下去著手 對還有一點喔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有一些歌它的那個主旋律 它就是C調音型 它就是用C調彈 不管怎麼樣C調才會好聽 那有些歌呢 它就是G調彈才會好聽 有些歌它就是A調那種 我大概懂老師的那個 才會好聽 為什麼我這樣講 例如說 C調的六級是A麥調對不對 是A麥對不對 有一些melody它就是A麥那樣子 按那樣配 它才會好聽 但你用E麥那個調去彈 用G調去彈 用E麥那個調去彈 你就是覺得沒那麼好聽 這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想成是 有些歌就是C調歌 有些歌就是G調歌 有些歌就是D調歌 有些歌就是D調歌 有些歌就是A調 你逃不掉 逃不出這個宿命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 假設你看 A麥調跟B麥調 是不是只差兩個 對 兩格 對 那就夾上去兩格對不對 對 可是問題是 如果說你硬要用B麥調去彈 你都是封閉 那你何苦 那你就回到E麥去彈 比較好 可是如果我用E調夾把它夾起來呢 E調夾起來 你還是屬於A麥的Sound 所以Sound的意思就是 你呈現的那個音響效果 它還是屬於A麥的音響效果 所以是不是其實老師的這個觀點會比較像是空弦音的選用 對 你說對 你說對 但是我不曉得觀眾懂不懂 沒關係 就是大家可以慢慢去了解 那下一個想要了解的是 曲風算是第二個步驟嗎 考量點對不對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華語歌曲沒有所謂的曲風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的曲風比如說我們用西洋的分類法 Jazz Bruce Latin Country Ballet Rock Metal Soul 請問你國語歌是什麼風格 那請問你台語歌又是什麼風格 其實老師剛剛講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一講出來 我瞬間啪這樣想到了 其實台灣真的是一個Fusion 比如說大家比較知道的周杰倫好了 他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曲風元素 但是台灣我這樣子一想到的是 台灣喜歡做的事情 台灣藝人喜歡做的事情 好像是把不同的曲風元素 融合做成台灣流行歌的樣貌 是 所以我不會用曲風去分類華語歌曲 除非慢慢現在當然你說像精英講 他有分成不同的曲風 例如說Funk類的雷鬼類的 所以你勉強只能這樣分 但是我認為就是國語歌或台語歌的主流 是沒有樂風的 充其量就是四字拍跟四三拍 不然你還能找到什麼 四二拍 對不對就這樣啦 這個是很殘酷的事情 突然有點 怎麼好像很清晰啊 既然沒有樂風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沒有樂風的思路 就是說你就用不同的歌曲去改編就好 不要想太多 那老師不會想要比如說特別的去套入什麼樣子的風格彈奏嗎 把它編成什麼樣子風格樣貌 像比如說我自己大概會有兩個方向 如果我有特別的想法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我或許就會去去嘗試的去把它做成我想像的那個樣貌 就會比較屬於大改 把它就是改掉然後變成某一個風格類型的方向的聲音這樣 那如果沒有這種想像的時候我還是要做改編的這個動作的話 我會盡量參考原曲的狀態 我覺得我覺得你這個東西已經變成對我來講 它已經不是音樂單純音樂的想法 它其實已經變成到企劃的狀態 因為今天我要做一本成功的改編書 和做一個成功的藝人做一張成功的唱片 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今天改了這個東西如果說我覺得自己很酷炫 可是大眾不會買帳的時候 那它是一個成功的改編 但是它是一個失敗的商品 那你要做一個成功的改編 然後但是你必須接受它是一個失敗商品的時候 那你是要怎麼想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我既又要一個成功的改編 又要它是一個成功的商品的時候 那你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講一個很棒的技巧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不否認 就是音樂鑽進去以後每個人都會喜歡 或多或少都會喜歡一點爵士 對不對 就感覺它很高聲聽到它好像覺得 欸你很強一點厲害這樣 這個和弦你怎麼想出來的 那你可以在原曲之外 你再加一點Jazzy的聲音 增加一點爵士和聲的和弦 或者那個音響效果或是過門 就會讓你這個歌覺得有一點高度這樣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也會很酷炫 但是大家也可以接受 對 如果你是大改的話 這個 明明是一台房車結果你改成跑車 這可能就只有玩跑車的人會接受 一般民眾是不會接受 看不懂的人就會 對啊 他說你在幹嘛 你怎麼把原來的東西完全面目全非 對不對 這個我相信會是 很多音樂人會比較少想到 而且也有部分音樂人會逃避的 對 這種比較企劃的真的是 很難在第一步想到的事情 其實你知道嗎 在做音樂如果說老一輩 我所謂的老一輩是比我更老的那一輩 大家都知道A&R對不對 就是 怎麼去打造這個藝人跟他的這個 定位方向 定位方向 後面的市場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會跟你的內容是息息相關 對 所以不會說你今天內容全部都弄出來以後 我們再把它弄成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樣子 一定是你前面就要把這個定位全部都想清楚 先想好 然後再去回頭再來看創作是什麼東西要納入 什麼東西要排除 所以我們在設計一個商品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考慮到他的銷路的對象是誰 你要賣給誰 他的難易度跟他的被接受度是誰 怎麼樣 所以我再去回頭去選歌 然後選歌的時候你又不能編得太離譜 然後大家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 那他就是會是一個成功的商品 但是他不見得是一個高深的商品 或是他在學術界也許沒有什麼價值 但是我的定位就是要大家可以接受 像我也是慢慢的就是要做我自己的EP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 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AN&R這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完全就是很純音樂人 吉他手的想像 我就覺得我就彈啊我就錄啊 就這樣 然後後面開始就是要做這個東西 然後慢慢聽到一些好陌生的名詞 就開始哇頭好痛喔 好陌生的名詞像什麼 比如說AN&R 就是我一開始接觸到我就覺得超陌生的啊 然後開始去查 然後想說是什麼 然後又要做這個 又已經要決定做這個商品 才突然的發現說 後面有一堆事情你完全不懂 事實上它很重要 然後你要同時著手進行 那個頭整個就是漲到不行 這個真的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是是是 對